做糖葫蘿,調糖漿,糖一百,豬身的水,就開火 鍋子多大火就開多大 它等一下會慢慢顏色變黃變深 有點琥珀色的狀態就來做 這個程度就好,那我們先關火 那鍋子稍微傾斜,糖漿濃稠度啊 它降溫降到這樣子,會老佔 直接在這邊用轉 等到糖漿溫度對的時候,就可以這樣子 去把它勾上來,右手就是一直轉就好 網友玉子燒Family 因為家中爸爸是位廚師 所以時常分享下廚日常 這天決定來製作水果糖葫蘿 詳細講解以及超簡單步驟 讓大家在家也能吃到糖葫蘿啦 鍋子多大火就開多大 它等一下會慢慢顏色變黃變深 有點琥珀色的狀態就來做 你要用小火慢燉,其實加水是提高成功率 把裡面的水蒸發,這個程度就好 那我們先關火,那鍋子稍微傾斜 糖漿濃稠度啊,它降溫降到這樣子 會拉絲的時候,直接在這邊用轉 等到糖漿溫度對的時候,就可以這樣子 去把它勾上來,右手就是一直炒掉 這樣你就可以做出那種很薄的口感 就不會說弄得到處的事 這樣我們的巴絲糖葫蘿就完成啦 很漂亮耶 在家裡就可以吃了 從咖啡嘢吃不了 直到咖啡情 出口感 零食 咖啡晚餐 出口感 有注意 咖啡 在家裡 空咖啡 咖啡 中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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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